大家好,我是班达叔,欢迎收看本期大观观战一把预判博的雕刻家S7雕刻家胜率高达81点几 啊,小兄弟很有魄力嘛,81点几的胜率是不要了 邮差空军教授大夫这刀阵容修机速度有点慢 一旦是邮差被抓,这个阵容修机有点不够啊 就什么意思呢,邮差被抓,他们保不活这个邮差 单空军一把枪是没有什么特别持久的一个保活能力的 就不可续的,你说你搞个勘探员,搞个机球手,那我还能写写剧本 你就空军一把枪,教授的这个壳的话 他这个壳其实自保你还能说一说,你保队友保不了呀 所以说我觉得,除非邮差自己遛穿了,邮差自己遛穿 那是他这个能力强,这个就不去考虑了 一般来说呢,我觉得这个级别的对抗 雕刻家带闪现的话,邮差是很难溜传 带闪现可能还有点说法,是个一刀好的 教授 闪现还省下来了,一分二十秒人就已经挂上 讲道理这是个死局啊 这是个死局,因为球队里面两集太慢了 外面一个大副,一个空军现在都是文盲 而且这边还通缉到了大副,骗个壳 大副这边摇怀表,身位上面有点远 哎,这要是雕像稍微搞一手 会不会,还好还好还好 躲狗 教闪,把这邮差打了其实也可以啊 想把这个闪现省下来呢,也没什么问题 但这边是个地压室 呃,其实这个闪现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 为什么呢,因为你闪现打了这一刀 他就一定翻这个窗 他就一定不会挂地压室 但是你如果闪现不打这一刀 他是翻不了这个窗的 他不会不敢翻这个窗嘛 翻这个窗要吃到他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等到薄命结束 快结束的时候再闪现过去把他打了 说不定就有机会往回挂挂到地压室了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想 就还没有,就是复牌的时候 慢慢看就算时间的算得了 我现在只是稍微的估计一下 稍微的估计一下 大家也可以帮我来辨别一下 到底来不来得及挂地压室啊 当时那个位置的话我看上去 好像不交闪现 他应该不太敢翻吧 一夹,这边夹是夹中了 但是因为这边自带一扛夹 在裹二阶了 完了 这波的话还好有一个壳 还好有一个壳 但大夫 我们教授这边 能走吗 一夹 再追一刀 有飞轮 看一下飞轮 一夹 平安了 还行吧 还行吧 就这边挂上以后 算一下机子 算一下机子 差两台 差两台的话 人挂上 往外投粉厂 哪台机子不动 我就知道你从哪个方向来救人的 他们挂地压室 地压室也行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挂地压室 挂地压室的话 反而给刀球手更多的一个休机时点 不挂地压室直接往外打呢 我觉得节奏会更 更在掌握之中一点 或者说更有主动权一点 也不叫在掌握之中 这个说的特别恰当 这边一波雕像 手里面还有一组雕像 落地刀 哎哟吼 但是没落下去 没落下去的时候 这边看枪 看枪 看枪 有空军有博命 柜子上面拦着 打一刀空军 好的 追一个双岛 那游戏结束了 因为这边的话 手里面还有一个闪现的 五秒钟闪现 这个教授 即便是可能顶一顶 后续闪现带走 密码机也不够 大副飞修完以后 他还要去修那个空军的机子 等空军交自己了 大副 这教授都挂飞了 壳 闪现 哎 别急呀 这个壳是有两次的 这边要过去挂空军吗 我为了个本场 把大副的怀表逼了 教授这边 不管了 过去挂空军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他这边椅子也没有 你这椅子还得挂到大门那边去 那对于密码机来讲的话 这个掌控力就比较弱了 教授这边摸上机子 那只能是通过坟场 去把这教授给秒了 还是刚才那手的闪现 怎么说呢 我觉得 他闪的也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主动权在他手上面 这种可能顶出来 更多的是教授的一个预判 他能判断到 这边他大副过去捞人 这个时候一定是抓教授的 守空军的 那就三人开门战就有可能了 你去抓教授 这教授机子美好的 当然我们上帝是讲 因为知道机子不够 你把教授抓了 还能压到遗产机呢 这样的话 没把机 好了 三人开门战 再换抓 手里面有一手冲送 牵起来 这边一刀带走 一刀带走的话 空军就在附近的 应该还是多抓了 还是多抓了 优势够大吧 但是过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 刚才一定是去抓教授 更稳一点 正面更大一点 抓这边的空军 我去两个阵子 我回船 传过来教授 再顶一手 飞轮躲掉 先追大副 再抬教授 打得有一点点球稳 这个时候可以不惯 挂了的话 那边门开了 门开了 教授这边往外顶 顶过来 给你压力 然后空军交自己 就有机会能平均 我说的没毛病的呀 这空军救不了人 好的那么 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